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对他们的未来增添几分期许 我们一起来回顾典礼当天的场景 昨天是五家中文学校本学年的结业典礼 结束了一学年的课程 孩子们纷纷上台领取表彰 获得肯定 既轻松又兴奋 家长们也为着孩子的成长感到欢喜和欣慰 在典礼中 除了有学前班的孩子们表演圣经诗歌 同时也颁发了本学年度学业及圣经成绩优异的各个奖项 丁上校长及张世鲁牧师分别在典礼中勉励及祝福学校的孩子们 期许孩子们学习中文 熟知圣经 靠住蒙福 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成立于1996年 目前在我们五家 Fremont的三家及Newark的六家等三个地点设有分校 除了中文教学之外 也有圣经课程 分繁体及简体制两种班级 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等 共有十个等级 我们五家的上课时间是在周六下午四点 欢迎您的孩子报名参加我们的课程 同时也欢迎对中文教学及行政工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们 来与我们一同服侍 借着中文教学来传福音给下一代 感谢神 我们的中文学校开办得有声有色 很多孩子因着在这里的学习 更多地认识圣经真理 盼望神继续保守和使用中文学校的事工 加添力量给老师同工们 让更多的孩子们借着中文的学习 接触福音 认识真神 接下来是教会的报告事项 6月9日下午2点到3点 歌手李碧琦姐妹将来五家举行 乐与音乐见证分享会 只想紧紧抱住你 李碧琦毕业于香港进会大学音乐系 主修声乐 在香港福音盛会2017中担任司仪及表演嘉宾 这次的步道会中 她不仅会用歌声唱出上帝的爱与安慰 也会用她真实的见证来激励人们仰望上帝 得到医治与盼望 欢迎家人们邀请亲友前来参加 相机班成人主日学课程已经开始报名 第一堂时间开设的课程有 基要真理 约翰福音 旧约纵缆下 崇拜学 第二堂时间有木道班 以佛所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埃哥 菲利米书 其中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哥 菲利米书可成专为配合QT零修查经而设 非常鼓励和欢迎家人们按着自己的需要报名参加 报名请至教会主日学网站 也可填写单张夹页中的报名表 并投入表格收集箱 请及早报名 以便同工提前安排教室和老师准备讲义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和配合 2018年基督之家退休会就要到了 这是一年一度全家人的大事 今年8月3日到8月5日 我们为大家请到戴祭宗牧师主讲此次退休会 本次退休会在环境优美的 Sonoma State University举行 明会除了戴牧师精彩的信息 上午还有分组讨论 下午有多个专题讲座 包括阿兹海默症的十大警训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幸福婚姻讲座 和专为各家敬拜团队量身打造的敬拜施工培训 大会并附设0到3岁婴儿托育服务 4到11岁儿童也有三天丰富的活动 本次退休会必能给家人在属灵 侍奉和家庭关系上带来新的启发和突破 让我们一起预备自己的心 迎向基督之家属灵的复兴 网上报名及查询讲座信息 请上HOC.org 或洽各家退休会同工报名 本周嘉讯就到这里 在此特别提醒家人 午餐与主日学仍在就堂举行 家人们来回新就堂之间 请注意往来车辆 行驶车辆也请慢行 并遵照停车场交通同工的指引 以保证安全 还有 湾区延津培林会 将于6月7日到6月10日 在本家新堂举行 每晚7点半开始 主题为默示和天国的投资 讲员为台北信友堂沈正牧师 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 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